欢迎进入超级乐芭脸 我们欢迎主持人 圣灵 以及刘刚 最后欢迎何久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妖人 超级乐芭脸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场的方程队的朋友们 首先欢迎来自 拿到了 首先欢迎来自道立的朋友们 快来介绍 首先欢迎来自中国工商银行 麒麟省分行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欢迎来自维维集团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欢迎 欢迎来自长春市远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今天还有我们最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 卓展时代广场提供主持人的服装 特别感谢G-Star Cicely 还有Mia 同时要感谢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大饭店 是的 都跟我们有并不可三的关系 另外 所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马上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TL移动用户发送到333321 小灵通发送到19333 而联通用户呢 要记得编辑QQ发送到9333 如果您收到非常夏日的回复的话 表示您可以得到我们三千元的旅游限期 超级了八点 开始了 超级了八点之 Fest东北人 好 今天我们Fest东北人格外的热闹 然后我们三个人身上都有统一的装饰 是的 有的是横着的 有的是竖着的 有的是横着的 有的是邪魂着的 这个是趴着的 对 但是有一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上面有Jimmy 非常可爱的一个样子 对 我们这边呢 已经有Fest打出了他们的旗帜了 这边 爱你到底死至不渝 长春饮有惠 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超级巨星 偶像巨星 我们欢迎到的是 林志云 新歌叫做该声 Zither.com 摄 最怕人头 找回 你想脱手 你想要放纵 心 别让它看破 有人说 爱是辅助 爱是占有 爱是想象的经过 你想转移 有像自由 白天黑夜风开阔 起零啰嗦 把你带走 就零红的才不同 有无或无限 你有了就想要更多 爱是动物 爱是跑车 爱是钻石和承诺 你要是爱 有了头 辛苦不劳而活 因为相爱 最了解 因为了解而分手 请你注释 驾照着你每个球 爱是空物 爱是跑车 爱是转世和承诺 你要是爱 有的乐 都辛苦不劳而活 因为相爱 最了解 因为了解而分手 请你注释 驾照着你每个球 请你注释 驾照着你每个球 请你注释 驾照着你每个球 是吗 hole ぞ 嗨 谢谢 三位主持人好 还有现场的朋友 还有电视学习股权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 哇 又进步太多了 很帅哦 刚才这个表演真的帅气 是有一些什么开车的动作 有 刚才加了一些那种 开车的一些舞蹈动作 包括这个系安全带啊 然后开啊 还有这个照一个镜子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启动啊 启动给游戏什么的 你知道你今天让我们三个受委屈吗 为什么 今天就这帮人呐 对啊 就守在那个电视台门口 你们好现实哦 然后举着牌子 然后我们下去这个 其实我们并没有希望得到什么欢呼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就是何老师和我们坐在车里 看到车远远的 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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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三个就很高兴的下 开车门 我就下来 不是 真的 我没有听到 不是的声音 不会啦 真的 有没有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等林志颖 说实话 今天你看了没有 林志颖一出场 江南精灵汽车 对不对 特别是要感谢一下 哈哈 没有 你有没有在我们 听我们之前的聊天啊 对啊 有没有说得很无聊啊 你就觉得很尴尬 你想直接转一下是不是 对啊 我就觉得 算你好运了 我们有必要把这种丑事说出来吗 没有 但是因为 说实话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来了很多的巨星 对啊 然后但是我们通常都能够得到同等的待遇 只有在林志颖这里我们才落北 而且今天一开场就有汽车上场 我们开场连三轮车都没有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 吉林省 林车卖有限公司 特别提供的江南精灵汽车 哇 哎呀 累死我了 好不容易怎么把这个说出来的 可算是感谢完了 那其实说实话 相信今天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包括我们现场的朋友一定非常的开心啊 因为大家等林志颖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 很感谢她发片 因为发片我们才有机会 让林志颖呢到全国各地啊多跑一跑 好 所以呢我们这里啊 几个喜欢林志颖的主权 为她舞棋子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来宣布 林志颖最新专题 挡不住我隆重上升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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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啊 这 喂 哎 不是 哎呀我让你们拿林志颖 这颖的海报干嘛拿我的来啊 哈哈 全 哎今天呢各位有福了 我们今天把林志颖请到现场呢 就是要彻底撕下她偶像的面具 哦 乱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让她用最真实的状态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没错 因为这就是fans东北人厉害的地方了 我们大家准备了很多问题 你必须如实作答问题在哪里 好 好 好 我们师父刘刚来帮我们收一下 好 谢谢 自从17岁踏入歌坛以来 以卡通片里男主角般的俊美武官 引来众多歌迷崇拜 影视歌全面发展的她 近期在新版《绝代双交》中出演的小鱼儿 机智灵活 人物刻画的生动形象 现在的林志颖 已经由一个不知仇滋味的林家男孩 蜡变成一个乘出洒脱的真心男子 今天林志颖将成为咱们fans东北人的嘉宾 他的fans将会提出哪些问题和要求 而林志颖又会如何接招呢 好 看看大家都提了些什么样的问题 王雨 王雨在哪里 怪妹妹 林志颖 你和沈凌的脸蛋看起来都好粉嫩 然后呢 不知道谁的比较有弹性 你好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俩都像小弟弟的感觉 对 你该不会已经有孩子了吧 有了 所以就像在家里捏小宝宝的脸 然后就看到这两个都像娃娃一样 也想捏他们俩是吧 因为我感觉到吧 嗯 我不太知道林志颖的具体年龄 但是刚才我在下边听他们说 嗯 他的年龄比我相仿 所以说我感觉他们 太小了 所以有了这种想法 谢谢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比他大的在这儿呢 这个我 我觉得既然已经做妈妈了 那这个我们就还好办一点 因为上了一个小妹妹 我就不好意思让她去掐林志颖 对 但是如果上了一个小妹妹的话 我比较好意思让她掐我的脸 我们并没有让准备有你这个计划 因为不重要 因为他们准备让我掐 看一下下一题 对